《 狼群逃殺》 除了吃雞之外 有沒有想過自己也會被吃呢 由俄羅斯公司 Volstok Games 所研發的《狼群逃殺》 現在就要帶給你嶄新的吃雞體驗囉 《狼群逃殺》是一款以車諾比核電廠 為背景的百人大逃殺遊戲 和其他同類遊戲一樣 玩家將被空投到地圖上 到處冒險蒐集各種武器裝備 獵殺其他玩家 想辦法在最後搭上直升機逃生 但這次你要對抗的可不只是其他玩家 在遊戲中有著因為核能突變而暴走的NPC 野生狼群 他們會追蹤玩家的蹤跡並發動狂野的攻擊 你必須要一邊應付這些野獸 一邊想辦法保住自己的性命 除了狼群這個隨機要素之外 遊戲中的決勝圈也不像其他遊戲是逐漸內縮 而是採用多點式擴散的方式分布 地圖上的各個據點會逐漸被輻射污染圈佔滿 你必須要有氧氣瓶才能夠進入輻射去探索 而且隨著污染程度的不同 還會造成不同的影響囉 另外敗戰的玩家也並非只有離開遊戲意圖 你可以選擇留下觀戰 並藉由投票決定天氣來干擾仍然留在場上的幸存者 不論是暴雨、大晴天、大霧等天氣都隨觀眾決定 遊戲中甚至還有多種隨機陷阱 等著玩家一一來探索喔 遊戲目前仍在進行各種測試 想要挑戰新式吃雞的玩家們 不妨一起來跑給大野狼追 感受一下何在後的生存競爭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